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初剑配饰系列 奥斯汀玫瑰的勾边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恭喜独家定制 10号微钩专用线 搭配包金材质配件 及天然淡水异形珍珠 断染线呈现的渐变效果 与珍珠温润的关折 焦香硬秤 清新而高雅 全套材料包可完成一对耳饰 及胸针、戒指、发夹各一支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花朵与叶片都分别有两种大小 完成足够数量之后 进行花朵的固定成型 再进行组装并定型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锁针 勾针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两个 三个 这里我们用大花作为演示 起针一共要勾46个锁针 46个锁针完成后 进行第一行短针的勾子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力针 接着找到勾针往回属 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针 挑起这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要继续勾短针 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个短针 第一行的编织规律是 在每一个锁针上挑一根辫子 勾短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46个短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所有46个短针 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二行 先勾三个锁针 作为第二行的第一个滑瓣的起力针 翻转直片到另一面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行的入针位置 是在第一行每一个短针上方的 针目下反 我们返回来看一下第一行短针上方 都有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这就是针目 接着勾针 绕线两圈 穿过刚才最后一个短针的针目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最后绕线直接拉出 第二行的第一个滑瓣一共有六个长长针组成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勾长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 穿过针目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最后直接拉出 第二行的第一个滑瓣一共有六个长长针组成 接下来我们往下继续 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都勾一个长长针 一共再勾四个 完成六个长长针之后勾三个锁针 在最后一个长长针的入针位置勾引拔针 勾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就是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滑瓣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再引拔一针 将线引到这个位置 开始第二个滑瓣 先勾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在同一个入针位置勾一个长长针 注意所有滑瓣开始时的第一个长长针 都是和起立针在同一个入针位置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再勾一个长长针 注意在下一个短针上我们要勾一个长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同一个入针位置勾两个长长针 注意是在同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勾两针 这样就相当于加了一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勾一个长长针 这是这个花瓣的最后一个长长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在同一个位置引拔结束第二个花瓣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引拔一针 开始下一个花瓣 接下来的四个花瓣 勾支方法都和第二个花瓣是一样的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在下一个短针上勾三个花瓣 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共六个花瓣 从第二个到第六个都是一样的方法 接着我们开始第七个 我们先引拔一针 勾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在同一个位置勾一个长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勾一个长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两针 在下一个短针上 同样是勾一个长长针的加针 最后在下一针上勾单独的一个长长针 接下来的四组花瓣也都是一样的勾法 这一共五组花瓣和前面的五组 区别在于第二针 也多加了一针 这样就完成了第七个花瓣 余下的是个同样的方法 大家自行完成 这里完成到最后一个花瓣的最后一针 注意这个入针位置会比较不好入针 一定要调两根辫子哦 最后一针完成后 同样勾三个锁针 引拔结束 最后勾一个锁针作为固定 留一小端线头 断线 这样大花的勾枝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将枝片用手稍微做调整 将每个花瓣 稍微撑开一些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花朵的固定成型 取出胶水 找到第一个花瓣 也就是六个不加不减的长长针的位置 从背面开始涂上胶水 背面就是纹理比较不清晰的这一面 向内卷曲 一边向内这样卷一边涂少量的胶水 将它固定 注意底部的边缘尽量对齐 最后一圈的时候尽量让外圈的花瓣和里圈的花瓣是错开的样子 这样会比较美观 最后补充一些胶水 将它固定好 用手指压一会固定好之后 用勾针从里圈向外穿出 将最后的这个线头拉到中心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花朵的固定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小花的部分 小花的起针是34针 第一行就是34个短针 第一个花瓣的勾法是一样的 六个长长针 第二个花瓣在完成一个长长针之后 注意 下一针直接勾长长针的夹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勾一个长长针 勾三个锁针 完成这个花瓣 接下来的三个花瓣 接下来的三个花瓣和这个花瓣是一样的勾制方法 这里完成了一共五个花瓣之后 第六个花瓣开始 第二针单独勾一个长长针 第三针勾长长针的加针 这个花瓣其实和大花的第二个花瓣是一样的勾制方法 加针之后 单独再勾一个长长针 三个锁针 硬拔 之后的三个花瓣和这个是一样的 大家自行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胸针部分用了一朵大花 两朵小花 髮夹和戒指都是用大花 耳钉部分用小花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花朵的大小应用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叶片 叶片分为大的叶片跟小的只有一半的叶片 同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分布叶片 叶片的起针方法是一样的 采用锁针起针法 左手挂好线之后 起针 接着先勾八个锁针 八个锁针完成后 再勾一个锁针作为起地针 在勾针往回属第二个锁针上 挑一根辫子 勾短针 接着我们要勾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针 在接下来的三个锁针上 都勾长针 也就是一共完成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完成后 我们要勾中长针 勾针 绕线一圈 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再次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中长针 在下一针上勾短针 在最后一针上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勾一个锁针 枝片随着我们的勾枝转到了另一面 接着挑起刚才勾引拔针的这个锁针余下的两根辫子 勾一个引拔针 这一面所有的勾枝我们要将其针的线头一起放在勾针的上方勾进去 接着挑起下一个锁针剩余的两根辫子 注意是刚才另一面挑完锁针剩下的两根辫子 起针的线头放在勾针上方 这道先拉出勾短针 再下一针 勾中长针 这一侧和另一侧其实是完全静向对应的针法 所以接下来是四个长针 在最后一针上对应的勾短针 接着在另一侧第一针短针的针目上勾一个引拔针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小端线头端线 这样大的叶片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进行小的叶片 同样的方法起针 起针之后一样勾八个锁针 再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在勾针往回属的第二个锁针上引拔一针 在下一针上勾短针 在下一针上勾中长针 接着勾四个长针 fishing Stellar , дерев针 在最后一针上勾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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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这样就完成了小叶片的构枝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构枝 足够数量的小叶片和大叶片 像这里胸针部分可以再加两个小叶片 其他的单朵花一般 我们是配一大一小两个叶片 接下来进行配件的安装 剪下一段15公分左右的宝舍铜丝 穿上一颗异形珠 接着穿在网盘上 固定好之后 在背后将一长一短两段铜丝先绕几圈 将这个珍珠固定好 接着将长的这一段铜丝再穿回正面 再穿上一颗珍珠 确定好位置 从相邻的网盘的孔再穿回背面 拉紧 在背后拧一下固定 在背后拧一下固定 手太滑或者拉不紧的情况下 可以用尖嘴钳来辅助拉紧铜丝 在背后拧紧固定好 这里也可以在正面稍微拧两圈 让珍珠朝外侧一些 但是要注意不能拧得太紧 同时拧得过紧会容易断 固定好之后 用剪刀将剩余的铜丝修剪掉 这里戒指和耳钉都是一样的网盘 所以安装方法是一样的 可以固定三颗珍珠 也可以在另一侧多固定一颗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如果想要多固定一颗 刚才缠的同时可以不断线 直接穿到这一侧 这个部分可能需要多练习两次 调整好之后 将花朵放上去看一下效果 可以的话就将多余的铜丝 在背后修剪掉 接着取出叶片 对应好位置之后 将叶片的线头穿到碗盘的背面 这里可以用镊子来辅助 会比较快 注意叶片要区分正反面 纹理比较清晰的是正面 穿过之后确定一下位置 将两根线头在背后打两个结 这里打结只是辅助固定 最后我们还会用胶水 来将叶片和花朵固定好 确认一下位置之后 将小的叶片也在需要的位置固定好 最后将花朵也固定在碗盘上 位置不是太正也没关系 最后我们用胶水 最后我们用胶水来将它调整好就可以了 在叶片底部和花朵底部涂抹胶水 调整好位置 用手指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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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按压一会 大致固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将背后的线头修剪掉 补抹一些胶水让线头都固定在一起 接着取出耳钉的底托 固定在碗盘上 先将四个爪子用钉子稍微向内凹一下 这样之后会比较好夹紧 取一个透明的袋子 在耳钉的底部垫一下 这样不会有划痕 垫着这样将四个爪子向内夹紧就可以了 如果在夹的过程中 花朵和叶片松开 可以再补充一些胶水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放一边 让它稍微干一下 戒指的部分 同样先将所有的珍珠和叶片花朵固定好之后 将底托 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上去 接着讲一下发夹的部分 其实安装方法也是类似的 现在 确定好的位置 固定 两颗珍珠 珍珠的位置 尽量朝外 拧紧背后的同时 但是注意不能拧得太紧 太紧的话同时会容易断掉 接着穿回来 固定下一颗珍珠 所有的部分 珍珍珠的数量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稍微做增减 一边固定 一边固定珍珠 一边 放上花朵 看一下效果 如果不满意 可以拆了 重新固定 这里 蓝色款 我用的是两颗珍珠 红色款 我们再多增加一颗 在底部的位置 所以将同时 从底部绕过来 用钳子辅助 拉紧 再固定一颗 最后将多余的同时 修剪掉 缠在碗盘的底部就可以 因为发夹没有抵托 所以我们直接将 叶片和花朵的多余的线头 修剪掉 在发夹的碗盘上 直接涂抹胶水 将叶片和花朵固定在 想要的位置上 固定好之后 同样用手指 轻轻按压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进行胸针部分 胸针部分 我们用了三朵花 中间都相隔两颗或三颗珍珠 先取一段 20公分左右的铜丝 在胸针上先长绕几圈 铜丝的线头 尽量放在正面 接着穿上一颗珍珠 在正面用手指固定好位置 接着长绕几圈同时 这样珍珠的位置就会被固定住 接着再固定下一颗 这一组我想要固定三颗珠子 中间一颗想要让它稍微凸起来一些 所以先固定第三颗 中间留一小段距离 再固定第二颗 这样子会显得比较立体 大家多尝试几次 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方法跟造型 长绕的时候注意背面 尽量稍微整齐美观一些就可以 多绕几圈之后 将多余的同时剪掉 将线头在珍珠底下长一下就可以 接着将花朵在自己想要放的位置上 看一下效果 在其他两个空白的位置固定好珍珠 将所有要用到的花朵和叶片的线头 都修剪掉 直接在胸针的正面涂抹胶水 在叶片的背面也涂抹胶水 固定在自己想要的位置上 注意要将线头稍微藏在叶片的底下 大的叶片和小的叶片交错使用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在合适的位置 放大花或者小花 用同样的方法 用同样的方法 固定好剩余的叶片和花朵 最后我们来进行花朵的定型 这是定型后的效果 将定型液和水一比一稀释 接着用笔刷 均匀地刷在叶片的背面 花朵的部分也尽量刷在花瓣的背面 这样全部均匀地涂抹上定型液 中心的部分可以不刷定型液 接着用手调整叶片和花朵的形状 这里建议用镊子来辅助调整 将花瓣调整成向上 又有一些向外的这种 比较灵动的舒展的效果 所有的花朵和叶片 都按照同样的方法定型 定型之后 自然晾干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除剑配饰系列 奥斯汀玫瑰的 国边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